今年长期深耕淡水地方的精灵换舞团 在淡水区北投子的排练场地有新的规划 将要成立青年艺术家聚落 希望能够充分利用空间 邀请各个领域的青年艺术家来创作 分享作品 长期深耕淡水地方的精灵换舞团 过去不仅是每年的寒暑假都会开课 交在地对于舞蹈有兴趣的孩子 跳出属于自己的舞步 更远到原住民部落当中 带着当地的孩童将艺术分享 而今年舞团在淡水区北投子的排练场地 将有了新的规划 其实由仙仙团长薛一仙 他有这样提供一个概念 就是说希望在淡水北新的这个地方 能够去改造变成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聚落 那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就是我们希望在这个点 除了我们自己能够有表现我们艺术跟创作之外 更能够提供年轻的艺术家有这样子一个平台 那从这个平台拓展出去 青年艺术家聚落将成为地方艺术家聚集的新名词 聚落头目说借由精灵幻舞团 位于新北市淡水的排练场拓展为艺术共享空间 希望能够充分利用空间邀请各领域的青年艺术家 来创作与分享作品 也许我们年轻也许我们没有什么的钱 但是呢我们拥有什么 我们拥有我们的热情 拥有我们的天分 拥有我们的创作 那可能没有办法到比较大的 一开始也许没有办法到比较大的一个文化中心 或是艺术展览馆 那我们可以提供 就是以想要去做这些事情的年轻人 那让他来这个平台 能够成为他之后出去的一个养育他的地方 淡海青鬼从去年通车以来为沿线站点带来不少人潮 而舞团刚好就在淡京北新站附近 青年聚落的成立 希望借由青鬼拟据更多的艺文活动 不管是让在地居民或者是观光客的朋友 都能够看到淡水的新气象 而未来将会邀请青年艺术家进行展览 作为一个平台 让有热情才华艺术的工作者 都可以在这个平台发光发热 记者许多艺大学采访报道